如果要最maximize的靈驗度 就是要每年 我拜完之後呢 半年內也找到 皇家慧也在我求 拜完之後第二天就馬上收到 Hello 大家好 我是V 每一次回來香港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就是一定要拜成 香港廟非常之多 被註冊有300間 註冊了也大概有300多間 所以total這麼小的地方 600間廟 作為港島區的前居民 一直都是恆相地拜開幾間 今天我們就想選了幾間 我們都是親身認證過 非常靈驗 是我身邊的又有去 大家要不要記得他 這麼久以來我的小拜神 很多時候都是有他告訴我 今天就來一個拜廟公諒香港區 第一站選的這間廟 首先選一間最靈的給大家 親身經驗告訴我 脫丹必拜恩怨石 傳聞徐子祺當年 是拜完這個恩怨石之後 沒多久就... 真的嗎? 曾經是有一個朋友介紹我的 哪個朋友我們就不要說了 但這個朋友呢 拜了之後就認識到他現在的老公 然後他就介紹當時單身的我 我拜完之後呢 半年內也找到 由於因爲這麼靈險 我也介紹了我的表姐和姐姐去拜 他們至今現在都非常甜蜜 也是因爲這樣 廣傳給很多朋友說 你如果單身的話 想拍拖就來拜一拜 命中女基本上是100 關於恩怨石這個故事有幾個版本 最有名的版本就是 當年二戰之後 有一個日本的兵 愛上了一個女生 港日之戀 是得到這個家庭的大反對 就私奔 因為來了這一帶 但最後好像是不幸地餓死了 後來他們就報望給附近的居民 我們會去保佑這裡的居民 如果大家想脫單 感情甜蜜 想找回另一半 或者快點結婚的話 就過來拜一拜這塊石 他們就說會保佑大家 很傻氣 一下山就大佬 拜恩怨石最靈的日子 請選每個月的農曆初六 如果要最maximize那個靈驗度 就是要每年 精月農曆一月初六 精月初六來 你看到一個震撼的畫面 整條恩怨石的樓梯 清一色 排滿是 女 她一早早就夠了 有這麼早就不早 幾十點因為真的有這麼多人 對呀 哇 走走大概二十分鐘 那就到達了這個 恩怨石 這個就是寫著恩怨石的 打擾了 來這裡拜神順底是會 就是拍一拍 拜神順 加班 好 尤其好 尤其好 今天本人 主席來懷念神 甜甜 密密的我 兩家人口合夾 苗竹跟我們發完那個寶 之後呢 就會 給 三炎香 走上去 大家經常看照片 會看到 那個 經常在那裡 make your wish 上香 好受氣 剛才苗竹還要說 發完那個寶 你是要在另一邊 即是右面上左邊 上上意義 這樣 挺好 很喜歡這些二頭東西 還有大家如果來 記得穿 適合走的鞋 即是高跟鞋的話 這個樓梯就會比較難駕馭 因為都看到是走樓梯上山的 我要搏多少下 風車位 就要右手搏風車 然後那裡是獲得一個糖 這個甜蜜的糖 這樣走完那個山 血糖低低的 危得正確 那邊是 第二間灣仔居民一定會知道 北帝廟 這間廟其實是香港這麼多廟之中 都算是最大型的廟之一 灣仔以前就是海 不但它是補水 所以它的腳是搭著一個龜 和蛇 希望它可以保有 風條雨順 魚葉 風修 關於海 關於水上的東西 今時今日 很多人 祈求它可以增添長壽 燒災解爛 所以我看別人的廟面前 可能側一點說 我和我男朋友以前是間中會來拜下 裡面其實除了北帝之外 就是很多其他的襯 例如有龍毛 城王 觀音等等 以前習慣了 如果工作上有些甚麼 覺得阻滯或怕有小人 我們都會來這裡拜一拜 希望可以燒災解爛 最美的就是有一次 有人拖我娘 拖得也很懇敬 我調戲就不太順 就覺得又來拜一拜燒災解爛 跟北帝說完之後 我看到旁邊有文武財神 長官錢系列 Finance Department 我就跟她說 說一下我的案子 拜完之後第二天馬上收到 拖了我也一段大時間 有沒有半年 多於半年 秒前不能說粗口 我拜完之後 第二天就收到了 你可以說這麼巧 但我會是歸功於 第三站來到這個 這個大蝦區 超級厲害出名 蓮花公 每一年借庫的時候 這個凌晨 排到水了 另外每一年大蝦沒有火龍 火龍出發之前 都會去一間蓮花公 去點蒸和做開光 其實為什麼香港這麼多 很多百多年歷史的廟 戰聯很多人 就南下來到香港 他們選擇的聚居在大廈 或者灣仔 聚居在這裡 人生老不熟 有些東西想求我安心 心靈記 對 那就起間廟 有空就拜拜 平平安安 出入平安 蓮花公拜的主要是觀音 很多人上香 品神就會去觀音的帳面前 觀音的神像前面 其實是放了很多的名牌 寫著一些善信的名字 例如有些人想特別要祈福 就放一個自己公司 或者自己的名字 在這個神像 重點加持一下 大家來到這個蓮花公 記得在觀音面前 望多兩眼 其中有一塊牌 打頭陣 澤東公司 王家衛電影公司 OMG 除了拜觀音之外 他另一個父神 就是在觀音旁邊 可能馬來西亞 或者一些東南亞地區 比較會多人 去拜這一位的神 就是白無常識大伯爺 他旁邊有隻老虎 虎爺 其實就是類似山神 趕繞除魔 值得一提 就是大概在大伯爺的位置 有一塊大石 其實這個廟 就是在大石上面而建起的 全民這一塊大石 其實就是 香港龍脈很有料到的 在大石上面而建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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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鄉二十月之座 今天就說了三間香港都是非常有名的廟 只有一個小小的港島區拜神攻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這些題目的影片 如果有的話 請留言告訴我 是不是靈異的題目 我不是 如果你有其他宗教信仰 或者你不太喜歡拜神 就純粹當這條片 是了解香港有什麼 都頗有歷史的廟 因為有時候除了拜神之外 你可以進去廟裡 看很多建築 畢竟這些廟都真的富有歷史 就算不是拜神 進去看看 也是很值得 Anyway我不是鼓吹迷信 不過這個就是我個人的小習慣 就是一些心理位置 就去一下這些廟 難得這次又有得 短暫地回來香港 臨近農曆新年 就想祈一下福 我覺得有時候偶爾來這些廟裡 拜一拜 好像打個招呼 叫做感恩一下 多謝你也叫做保佑我 各種順順利利 公大家有來有往 禮禮嘛嘛 都是一件好事 我很多廢話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祝大家新的一年 身體健康 快快樂樂 順順利利 萬事如意 萬事如意 下條片再見 拜拜